你好 我是鋼琴調音師傅 湯先生 有人跟我說他在找琴的時候一看廣告 哇 很多名詞 很多字眼 看不明白 不知道怎麼算好 這次就是特地去解釋這些名詞為什麼 首先看看什麼叫做二手琴 二手琴其實顧名思義就是說 有個人買了一部鋼琴用了一段時間 現在不需要脫手的 賣給別人 我們做師傅去收二手琴的時候 去檢查特地會很注意這部琴 內內外外是不是都是原廠配件的呢 由於本地真的賣二手琴的公司 都是在本地收行貨 所以貨源是有限 是不穩定 也都只有可以小規模去做 有些人問會不會在香港找到一些 在日本收回來 又比較新 又比較漂亮 在模特兒上 在本地不常見的二手琴琴呢 有 但是因為日本本身物價比較高 而日元匯率又高企 所以市場未必能接受得到 我在本地就見過 一部Kawaii的高薪大普加琴 日本收回來 出廠十幾年挺新的 但是標價港幣五萬元 還要是師傅未做regulation 給你的話你會不會賣呢 由於這樣做的話收回來布鋼琴 都未必買得出去 唯有在日本收回一些比較舊的鋼琴 在本地執 又或者就好像我剛才所說的 在本地收行貨 有些琴瘡就說 喂 我有很多鋼琴給你選擇 甚至超過過八台的 小心一點 因為要是 那間公司那些鋼琴就賣不出 所以即下即下就過八台 第二 就可能那間公司 其實就賣翻身琴的 那什麼東西是翻身琴呢 就是說一些公司 在日本收回一些 好舊好過的鋼琴 就運回到大陸翻身 然後才在本地出售 翻身鋼琴是不會用高質素的配件的 有些公司的職員就說 我們的鋼琴是用日本配件翻身的 你聽一下就算了 因為呢 第一 你沒辦法去證明 你怎麼證明呢 沒辦法證明的 第二就是 日本配件 入到中國 你沒裝上鋼琴之前 已經被政府打了47%的稅 你是翻身工場的老闆的話 你會不會這樣做呢 由於配件的質素比較差 所以比起二手琴來說 翻身琴是比較不穩定 不耐用 保養方面是比較多問題去跟 但是更加重要的就是 音色就跟原廠鋼琴不同了 通常都是比較硬比較啞 就跟大陸製的鋼琴一模一樣 想回又想 那你有沒有留意到 Yamaha鋼琴在十年前左右 開始為它的鋼琴出張 Certificate 為什麼呢 就是很大程度 因為市面上 很多Yamaha的翻身鋼琴 就是很多假貨 所以 在選鋼琴的時候 很多人 就會 找一個你可以相信的調音師傅 跟他一起去選鋼 最少檢查一下 布鋼琴有沒有被改裝的跡象 第三 我們會說一下 什麼叫做陳列琴 陳列琴其實就是所謂的Display 就是新琴 但陳列琴就只可以在代理商買到的 為什麼呢 因為一間公司 要跟一間廠簽約 要定下很多的規條去 固住雙方 才可以成為代理的 有代價的 所以 如果你要買 Yamaha Stanway & Sun Bonson Dover的新琴 就要去通理琴行 如果你要買 Tokiwa Asahi Karlonich的新琴 就一定要去交易 為什麼呢 是代理 如果有 二手琴倉或者某些公司 就說 我們有這些品牌的新琴出售 小心點 有問題了 最後一個 我們解釋的 哇厲害了 看看這份稿 對清楚 不要說錯 有件事叫做 逆手陳列琴 什麼來的呢 逆手琴 就是所謂的二手琴 剛才解釋了 陳列琴就是新琴 那一部鋼琴又如何是新的唐士又舊呢 其實就沒有這件事的 其實就是有些公司 我本人覺得是製造一些 Big Works 一些 很誇張的字眼 讓你認為這部鋼琴很好地解釋 其實就沒有這件事的 如何鋼琴又可以有新有舊 有些公司的職員 就說 因為這些鋼琴在廠裏做起了 但是 因為有些原因 就放了一段時間 現在才賣出來 但是呢 想清楚的話 如果真的這樣的話 那間琴廠都會直接賣給代理 因為簽了約的 被人告的 所以呢 就算有的話 都不輪到二手琴倉去買 那 話開又說 早前我就在新聞那裏 就見到 在報紙那裏見到一份新聞 就說有間公司 就在賣日本製的陳列鋼琴 一看鋼板號碼 嘩 出了廠 40年了 還要是 全球銷量第一的Yamaha鋼琴 那你想一下 沒什麼問題 沒什麼事幹的話 為什麼會有一部Yamaha鋼琴 Display了40年都賣不出呢 那 再看回其他地方 原來被人改裝過 原來是 翻身琴來的 所以呢 想買琴的各位要小心一點 希望這次的內容可以幫到你 如果你有其他關於鋼琴的問題 你可以直接在我的網站留言 亦都可以把你的問題 E-mail給我的 一下 然後再看 做一個關於鋼琴的問題 關於鋼琴的問題 我們在此之間 辦公司的問題